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过去呢 曾经介绍过长子岛线附近的磁场 那各位同学想象一个画面 我们把这个长子岛线呢 把它弯成一个圆形的 这就出现一个叫做圆弧岛线 那附近的话其实就是取 这个圆弧的中心的这个点 那这个点其实也是长子岛线附近的磁场 所以我们就也可以利用这个长子岛线的磁场公式呢 来找出这个圆弧的中心的这个西点的磁场 那导出来的公式呢就是μ0 这个μ0也就是代表呢 真空的导磁系数 这是代表电流 那这个Y呢就是代表这个圆形角 比如说如果它是60度的话 那这个圆形角呢就是三分之π的意思 那再除以4πR 这个R呢是代表这个 其实上这个R呢也可以相当于 如果它是一个长子岛线的话 这个R呢就等于是它附近的这个点呢 跟长子岛线之间的这个垂直距离的意思 那我们下面利用一个立体呢 来做一个它的更详细的说明 这是一个如果把那个弧呢 把它扩成 把那个圆弧呢 把它扩张成一个圆形的导线 圆形的导线 那我们就利用一个圆弧的公式 那这时候的圆形角呢就会变成二π 所以它是一个圆形的导线的时候 那我们假设呢 它是一个逆时中的电流 那如果是一个逆时中的电流的话 它的这个磁场的方向会往外 那如果它是一个顺时中的电流的话 圆形的导线如果是一个顺时中的电流 它的磁场方向会往前 我对它的方向先做一个解释 那一句这个圆弧的中心的这个磁场的公式 因为它的圆形角这时候就会变成二π 带进去以后就得到它的公式 就是μ0乘上i再除以二 那由公式当中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导线的这个磁场呢 永远都是跟电流成正比 那通常会跟距离呢 通常就会有一个反比的关系 等于说这个圆形的导线 如果它的半径越小的导线呢 它的这个圆形的磁场呢 当然一定是越大的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个立体呢 来做这个更详细的说明 我们假设一个很小的 因为那半径才两公分而已 但是电流其实也不大 就要一amp的电流 那我们来看来计算一下 它在这个圆形位置的这个磁场 我们就利用这个圆形导线的公式 来算它的磁场 依照公式来讲 它是这个磁场呢 圆形的磁场是等于μ0 乘上电流 然后乘上它的直径 就是两倍的半径 我们带进去 那我们在这个μ0呢 是四拍 大约是12.57左右 乘上10的负7次方 那这个电流才一安培而已 半径呢是两公分 但是我们把这个公分呢 要化成公尺 所以下面呢 是2乘上10的负2 好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呢 那这个四跟二相处以后 就变成二拍 就变成二拍呢 乘上10的负5次方 好 这个特斯拉 那有关这个圆弧形导线的 这个弧心的 就是圆心的这个磁场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就把这些磁场的摄像 就变成一拍了 就变成一拍了